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商场饭店等设施交通购物都超方便 但是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如同深陷迷宫 因此台北市南港区健康服务中心就与台铁捷运等单位 针对南港车站进行指标及环境优化 包括了加大资讯土主地标 增加无障碍厕所直营等打造高龄友善的车站 民众来到贡购车站常会有深陷迷宫的感觉 为了增加车站指标的易变湿度 台北市南港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铁捷运等单位 针对四体共购的南港车站进行指标及环境优化 打造高龄友善车站 特别邀请了我们的高龄长者 还有失聚症的长者及专家学者 实际到我们的南港车站来进行模拟体验 并回馈相关的意见 同时我们也召开了采观学的共识会议 让参与的企业分阶段来进行修正或 优化指标厕所等环境设施 目前阶段性已完成 具有高龄友善原则的领导指标 包括我们台铁南港站 它在避难树山图中会加大 民众目前所在的位置标示 另外环球客户中心在南港车站店 更是在商场的重要交叉路口 更新引导指标图 它有新增楼层的标示 还有离重要地标的距离等等 另外有关同的捷运南港站 还有我们的国光客运的南港转运站 西站这边他们也有进行优化 还有新增的一些指引图 今年在二月的时候 我们捷运在昆阳站 就有接到这个狮子长者的家属的协讯 那我们这个车站呢 也立即通报了周边线上所有的车站 那其中我们南港站 接到我们昆阳站同等的通报之后 很快的我们就在车站里面 就找到了疑似这位狮子的长者 那这两年来我们也陆续推动 我们相关的指标字体的放大 让长者可以更方便的辨识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这个捷运的南港站 我们也进一步加入这个 高龄资源整合的服务团队 签了这个认同卡 南港区健康服务中心表示 提供高龄失智友善之交通 购物用餐环境 可以让长者勇于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也呼吁家中有长者的民众 因鼓励长者走入社区增加社会互动 将有助于活跃老化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道 广受大小朋友喜爱的 道夹宝宝儿童音乐会 今年朱中庆打击乐团二团 挑选了最适合夏日的海洋 作为主题 推出全新的节目 踏浪踏浪吉月岛 用音乐和表演 邀请大小朋友一同搭上游船 来趟清凉消暑的奇幻冒险 踏浪踏浪吉月岛主题曲 吉月嘉年华 运用沙铃铁琴木琴等 充满流动感的乐器 创造出海浪拍打在沙滩上的韵律感 踏浪踏浪吉月岛故事 由最受欢迎的斗甲宝宝 斗雷咪 开启一场在吉月岛的冒险之旅 透过不同风格的编曲和配器 与现场互动 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 接触并认识音乐的多样性 这次呢为什么叫踏浪踏浪吉月岛 其实呢从这个剧名里面听到踏浪踏浪 其实它是一个撞声词 我们知道很多声音呢它是有节奏的 那很多音色呢跟声音节奏串联 它就打吉月的魅力 所以我们极望既有海浪拍打 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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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感受呢 来引领整一个剧本的贯穿 所以呢一开始我们知道 我们刚才演奏的第一首曲子 是我们音乐会的序曲 一开始我从聆听开始 让大家感受到 在海边即将出发的感受 进而用戏剧的贯穿 用互动的引导和舞蹈的设计 让整个好听好看又好玩的音乐会 可以出现给观众朋友们 那这次呢吉月岛 我们一共呢 会大家认识三个吉月岛员 第一个岛呢叫做森林岛 我们既有森林岛里面 有很多用打吉月 来模仿大自然的声音 其中我们还会认识到一个乐器 叫做乌渡 那乌渡呢 其实我们之前在吉月剧场 淋巴里面 已经有跟各位同伴们介绍过了 那这次呢我们特别 第一次将乌渡这个乐器呢 放在儿童音乐会里面 所以既有诙谐巧妙的安排 让小朋友用很轻松的方式 来认识这个很特别的乐器 第二个岛员呢 叫做花花岛 我们照花的形态 它有很多种颜色 很多种不同的一个样貌 所以既有花这样的五彩必分的感受呢 转换成我们的打吉月的语言 然后呢 用我们的比较高超的技巧 或是炫气的重施奏 只有这样的曲目安排 让很多观众 很多小朋友去感受到 哇 打吉月 通过技巧展现 这样子的演奏美丽 第三个岛屿叫做派对岛 我们知道开派对 大家感受的是开心的 借由音乐 借由肢体来做律动 一直在派对岛里面 我们设计了很多互动的桥段 希望借由大家的肢体律动 带着小朋友一下子 认识打吉月 那今年我们一起慢慢疾风之后呢 我们也在演出的过程中 我们特别加入了许多的互动桥段 以往的经验 我们都把唱跳的耐动曲 放在下半场的几首 这一次呢 我们从头到尾 巧妙的把互动的环节 安插在每一首的乐曲当中 让小朋友能借由律动 借由肢体的展现 让他能够专注在我们的表演里面 刚刚演奏的曲子是主题曲 是吉月加年华 那曲子开场就像是一个蓝天白云 就是豆角宝宝跟好朋友们一起 很期待就是准备要上船 那还跟着就是 就是大家出去好友爱在海上 就是就是乘风破浪这样子 那还就是有一些 譬如说像高音木琴啊 有一些像海鸥的音型 就是我心中想象的海鸥的音型 或者是像中情的滑音 就很像是浪花拍打 拍打在船上的感觉 那在里面有用了非常多不一样的音色 例如说有用的使用的玻璃瓶 还有就是领声乐器 还有一些像是竹签 刚刚有一段就是竹签缠在棒子上面 就很像是在翻草丛 就是因为他们到不到岛上 他们很像在帮他们翻那些草丛啊 或是树叶啪啦啪啦的声音 所以听起来就很像 让大家会觉得很生力其境的感觉 那最后面的最后一个旋律是派对岛的旋律 那就可以跟着就是豆角宝宝 还有岛民们一起开派对 艺术总监朱中庆表示 豆角宝宝儿童音乐会 从1988年举办第一场至今 就是专为儿童打造的音乐会 希望透过打吉乐 让小朋友爱上表演艺术 非常开心 1.1度的欧桐音乐会又要开始了 我们从1988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迈入35年了 每年我们都有很多的创新的节目 当然我们希望借着音乐 来带领小朋友进入艺术生活 让他们带入这个剧场的一个欣赏 那么在这些演出里面 当然这些是以太浪太浪 吉夜岛就是每年都有主题 那这年的主题大概是以海浪 以海洋 以岛上为主的东西 当然所有的主题是音乐的选择 以及剧本之间的互动 一直到演出者跟小朋友之边的互动 那么我想从吉夜岛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音乐 包括声音 包括乐器转变 包括人跟人有互动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会 2023豆甲宝宝儿童音乐会 踏浪踏浪吉夜岛 8月19号起连续三个月 将在全台九个县市展开28场巡演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跟着豆甲宝宝 来趟清凉消暑的奇幻冒险之旅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刑事局宣布破获一个诈骗集团 主席黄姓夫妻在台中开设宫庙 作为诈欺洗钱的据点 利用通讯软体加好友诱骗被害人 汇款投资虚拟货币 再由水房的成员将被害人贿赂的款项层转账 最后由车手提领一空 警方一一清点查购了现金及出资卡等 这个诈骗集团以黄姓夫妻党为首 在台中开设公庙做掩护 先透过通讯软体以买房子为借口接近被害人 然后用话数诱骗被害人汇款投资虚拟货币 水房成员再以人头电话卡上网 登陆人头账户网路银行 将被害人款项层层转账 最后由车手提领一空 专小组经过数个月侦办 顺利逮捕黄姓嫌犯等12人 查后现金496万多元 还有近千张的网卡及13000多张除纸卡 从后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以创造对话记录 行造同事虚拟货币买卖之假象 企图掩饰诈欺骑前之犯行 并调查发现水房成员利用人头电话卡 上网登陆人头账户网路银行 将被害人所汇入款项层转账 再由车手提领一空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不仅主要嫌犯是夫妻党 诈骗集团成员间彼此也多有亲戚关系 简直变成家族企业 诈欺集团主席妈妈 还有他的妻子的妹妹跟妹婿 还有妹妹的夫妻 还有他主席的儿子 他们都是这个诈欺集团的生员 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家族 所以就互相的那个融络 然后来共同加入这个诈欺集团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诈欺罪 洗钱防治法与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 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警方强调随着时代变迁 诈骗手法也不断的推陈出新 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提高警觉 如果有相关疑虑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或到邻近派会所进行查证 多一份小心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 严重的肥扬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湾美食 享誉国内外600多摊的美食 伴手礼8月4号到7号 在世贸易馆盛大展出 一秒激怒意大利人的客家小草 梅干扣肉披萨 将在台湾美食站登场 请民众试吃 客委会为了推动客家美食 结合更亲近大众的现代饮食 中西餐傻傻分不清楚 十分特别 还有米其林餐盘推荐的顶级牛排套餐 七折就能吃得到 吃的美味之外 还兼顾营养的QQ果冻 让大人小孩都爱不释手 台湾美食站集结多元丰富的美食与优惠限定 推荐给国内外民众 我们今年跟达美乐披萨结合了 梅干扣肉口味 客家小草口味的披萨 那这个也会在达美乐的所有的门市上面 全部来贩售 那今年的这个美食展上面呢 也会邀请达美乐的这个伙伴们 能够在现场来制作现场 可以让大家能够尝尝看 客家小草披萨跟梅干扣肉披萨的味道怎么样 那小朋友才做选择 那如果两个都想要吃 还有双拼披萨可以选择 就是综合两种口味的这样子的披萨口味 那我们刚刚说客委会近几年来 其实非常希望能够跟主流的饮食文化 能够有些结合 那除了刚刚讲到了达美乐披萨之外 我们也和老爷酒店 特别老爷酒店能够合作 我们加入我们客家味道的吉匠意大利面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跟西餐结合 我们也找来了这个西餐厅的主厨 能够用法餐的方式来呈现我们传统客家的这个风味 其实这就是这次的美食在 那天成饭店集团也推出了住房餐饮的相关优惠 那包含大家很喜欢的烤鸭一鸭三吃 只要1980元 那可以选择除了片鸭还有两种吃法 那大概是下沙七折左右的优惠 那此外国人很喜欢的牛排 这次我们也有推出就是热眼牛排 双人套餐那是4180 那同时它也是2018年台北米其林的推荐 那希望用一个优惠价格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我们致力于做最好吃的保健品 那我们这次来参加台北的美食展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说让大家从保健品 大家就觉得瓶瓶罐罐啊 可可利利吃起来很麻烦 但是我们家的话不一样 我们家的话就是吃起来好吃 然后健康有效 那很多瓶瓶罐罐的保健品 会跟你们说ABC加起来 就例如说我们胶原蛋白好了 ABC加起来吃着才有用 但我们家不一样 我们家总共里面有八支专利 我们把所有对皮肤好的东西都加进去 1到28型的胶原蛋白才有效 对不对 我们不是 我们加的是胶原蛋白三生态 那三生态的话 它就是需要不被转换 然后就可以直接被吸收的 那我们来这一次参加美食展的话 总共有五个品项 一个是抗流感的益生菌 一个是胶原蛋白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叶黄素果冻 大人小朋友都很适合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出宝宝的代餐 就是让我们启动一整天的代谢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女生的消水种 会在就是我们的美食展出两项 它是一个最优惠的活动内容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咯 600个汤位展出美食伴手里 还有展演全台各地冠军菜肴 推广各区游城 厨艺教室DIY体验活动 带动美食文化与观光 那么我们在出去世界各国 行交台湾的时候 最能够让世界各国的旅客经验的 其实就是美食 就是台湾的美食 这个台湾的美食有 从珍珠奶茶这种小小的 一颗一颗的美味的 到小笼包 到各种调酒 到各种独特的菜色 那当我们在国外行销的时候 其实这个都吸引了非常多 很多这些世界各国 不管是日本 韩国 东南亚 或者欧美国家的朋友 他们都在现场都表达 要来台湾 品尝台湾的美食 其实也可以从调查可以知道 事实上观察局也好 我们世界旅游的组织 都有做过一些调查资料显示 台湾的观光客 其实在2019有1000多万 那从疫情之后 我们的观光客也来了 7月21号好不容易 疫情之后我们也达到了300万 从统计调查来看的话 最喜欢来台湾的理由 第一名叫做来吃台湾的美食 来吃台湾的美食 所以国防局 跟我们政府各级各个部门 还有我们所有的厂商朋友 大家共同 就在每年的8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8月4号 一个美食的平台 我们是希望集合所有的 从食材产地到餐桌的桌上 这里头的这个程序 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有高度的技巧 有艺术性 还有这个技术性 要有经验 要有厨师的内涵 所以 从眼睛看到的 吃到嘴巴的 拿到 送到嘴巴里头 去品尝到的感受 所以今年我们这边 叫做吃美味尝幸福 是我们这次美食展的主题 那台湾从这个小吃 通版小吃到这种经典的台菜 其实都是很多的国际观看客 来到台湾要去体验这样的美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从这个观看局的这个来台旅客的动向调查里面的资料显示 美食其实是最重要的一样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是美食是这个观光的那个引路人 应该可以这样来讲 那观光局对于这个美食的相当的这个推展活动 其实是很重视 那包含这些的 刚刚会长所提的 像蔬食的文化 台湾有很棒的这样的一个蔬食文化 那另外呢 我们也推动这种比较多元友善的穆斯林 这个哈拉夫餐厅的一个认证 那当然有包含这个米其林的餐厅 那当然就是我们年度最重要的台湾美食展 那这些就是观光局在推展各项的一个各项的美食 这样的一个活动 无非就是要吸引我们世界的观光客 来到台湾吃美食 然后来进行这个观光的一个消费 除了大单美食 各大饭店都有推出超值优惠餐券 住宿券 异国美食区也饮食会友 包括日本 韩国 越南 还有奈及里亚好味 让民众逛展挖宝 享受美食带来的幸福感 吃美味 尝幸福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 计划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北市孔庙合作举办Lightswork 去游大同建走活动 将运动结合如文化进行孔庙建走 义无体验及古迹寻宝等趣味活动 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推广建走活动 参加建走的民众听着教练解说 如何正确进行建走运动 在做好伸展操后 不分男女老少 大家一起绕着孔庙迈步进行建走运动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北孔庙合作举办 Lightswork去游大同建走活动 希望号召民众一起来建走 建走是一项简单 然后不需要设备的一些运动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建走培养民众 可以养成每天运动的一个规律习惯 那所以民众他可以利用每天上下班通勤 提早一站的时间下车走路 或者是利用家里面附近的公园 还有学校操场来建走 那透过建走 建走他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耐力 那也可以预防我们的慢性疾病 那我们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为了推广建走 我们今年有设计的这一本 冻吃游大同健康运动饮食手册 那我们有将大同区43条步道的一个资讯都收录在里面 我们也希望民众可以下载或来索取我们的手册 那就可以找自己家里面就近的一个步道来进行建走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是跟我们的台北孔庙合作 那孔庙本身也是我们大同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走的一个环境 那透过今天的一个建走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引发民众对于建走的一个兴趣 那之后回去可以在家里面就幸进行建走 养成他每天的一个运动习惯 活动中还特别将运动结合如文化 安排民众欣赏孔庙独特的义舞 并且亲身参与体验 同时还有孔庙古迹导览以及古迹寻宝游戏 让参与活动的民众都觉得相当有趣 我刚刚有体验那个就是说六亿舞怎么跳 因为我以前就是来看热闹 而且以前根本挤不进来 所以拿不到那个管理证 所以我们都是看电视转播 然后我就觉得让我认识更多 尤其像刚刚看着他们这样子走 那个身这样子绕一圈 很棒 而且加上今天风和日丽 又有风 然后又有太阳 然后又不热 在周易里面有一句话叫 天行建 君子已自强不息 所以说在古人他们其实就非常推崇 说每天都要随着这个日月的流程 然后要有运动 那换我们的话就是说要活就要动 是 那我刚刚也讲了 我们孔老夫子呢 其实他不是每天都在念论语 他非常推崇的就是六亿 礼乐 舍御 书数 待会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舍跟御 所以说他也是非常鼓励大家除了念书之外 也要起来运动 由于健走不需特殊装备 只需要加快平常走路速度 达到些微流汗程度 就可以达到运动效果 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民众也可以从健走开始 将健走融入生活当中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派员到传统市场及周边超市卖场 及餐饮店等处抽验食品中是否含有真菌毒素 总共抽验30件产品 结果有一件花生粉被验出黄菊毒素超标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市售食品中增菌毒素抽验结果 共计抽验30件产品 其中挂包店老翁家使用的花生粉 被验出黄菊毒素及总黄菊毒素超标 卫生局已要求下架 同时追查源头 依法可开罚业者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还 那我们这一次的抽验 抽检的产品总共有30件 包含了花生制品 骨类清香料 玉米制品 米制品用制品等等 我们检验了产品中的黄菊毒素 其中有一件花生粉 有剪出了黄菊毒素含量超过了标准值 以及总黄菊毒素也超出了标准值 那我们这产品呢 我们已经依10岸打第41条 规定请办售业者下架了 那同时我们的维根产品 也已请了制造商的卫生局 来进行源头的查处 那如果经查证属实的话 我们可以依10岸法第17条 以及第48条规定 然后请状态业者能够限期改正 近期不改正的话 我们可以处 仙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罚还 那我们是以失售产品的现状 去做一个检验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说 我们抽验的时候 它的产品就是不符 我们的几日标准值 所以我们会做进一步的理清 到底是就是我们的产品本身 在制造上面的问题呢 还是后登保存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请 那我们侠管卫生局再进行 进一步的理清跟那里查证 卫生局表示 黄菊毒素具有干毒性 大量食用会引起干毒性发炎 干出血及干细胞坏死 黄菊毒素主要就是 黄菊黄菌及寄生黄菌 所产生的二级的代谢产物 它具有干毒性 那大剂量的食用的话 会产生干毒性的发炎 干出血 干细胞坏死 经常会污染像花生 玉米 米麦 等等坚果类的作物 那因为台湾是属于 湿热的气候 刚好适合这种黄菌的生长条件 那如果食品保存不当的话 就容易禁止被黄菌入侵 而污染 产生毒素 那我们也会提醒消费者 我们在购买相关的产品的时候 也要选择我们心理良好的 一些厂商来做购买 另外我们要确认一下 购买之前包装要完整没有破损 那同时呢 购买之后 开工之后产品要尽速的使用完 同时呢 我们也在提醒食品的业者 我们在管理食材的原料的时候 要采先进先出的原则 来管理食品的原物料 那以维护消费者使用的安全 以及自身的商与 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购买花生制品 米谷类等产品时 应选择心育良好 且卫生的厂商 购买前先确认产品包装 是否完整无破损 开封后保存于干燥环境 避免受潮发霉 产生毒素 危害人体健康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有一名46岁的熟男 目前因为工作倍增 压力大 突然视力变得模糊 检查后原来是与广泛性焦虑症有关 面对社会 普遍对男性的经济体能期待 常常让男性有如压力锅般 倍感压力 心事却又难抒发 最后闷出病来 精神科医师施延安就举出 门诊案例有许多男性 因为受到社会期待与经济压力 引发神行状况 可是已经46岁了 他事实上这时候的家庭背景 一定是有小孩 又有太太 然后又有父母也比较年迈 他可能还有一些防贷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事实上要去面对 要去转职 他事实上又没有办法在这经济稳定情况之下去处理 那他出现的症状是 他是从眼科转来的 因为他视力模糊 他甚至每天都担忧 他这样子以后会失眠 然后有一些肠胃不舒服 心悸焦虑跟失眠 跟注意力不集中全身紧绷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非常疲累 那他到眼科就诊 妻子兼一带 就是眼科医师兼一 妻子带来就诊 那诊断为广泛性教育症 另外一个是40岁的科技业的北漂青年 那他是一个IT产业的人 他平常工作时间真的非常长 所以他工作负担压力很大 他还有一次才爆哭说 他事实上可能同时要处理七八件事情 事实上是很难撕下来的 那这两年因为工作也很长 也很那个工作压力大 他这两年也没有时间去交女朋友 他因为家人都在南部 跟家人关系也比较没有时间去联络 那目前他很认真在台北买了房子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因为升息到 造成房贷的压力增加 又没有人可以商讨 那他这个压力导致于 他事实上已经出现 注意力不集中 情绪不稳 易怒跟同事发生冲突 最严重的就是 他以前会去健身房 健身或骑一些自行车 但是近期都对这个丧失兴趣 然后所以他整个人 只要到了假日 基本上时间已经很少 都是整个躺床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有忧郁失眠焦虑 提不起尽失去活力等等 然后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 不知道为什么要来 就是继续这样的省省 所以以后来来看诊 诊断为忧郁症 那目前事实上是 治疗后改善蛮大的 目前已经开始 会去找一些跑步来跑步了 那我们呢 整个社会的氛围对男性的期待 本来就是要盯起来的 要有一些竞技能力 他跟别人比较 竞争力追求成功 而且要能扛起责任 然后本来你身体有问题 是很奇怪 你就应该是要强壮 那男生呢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因为压抑又比较 整个社会的氛围是这样 就比较不愿意直接表达 然后他自己找自己的方式出口 又有时候平常没有去 有这方面的练习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就很容易引起身心的症状 那这一次的案例当中 我们提到的都是 大概这一个 比较中壮年的一些男性 他在内心的压力情况底下 又没有输压的管道 所以比较容易 有这样子的焦虑优越情形 广泛性焦虑症呢 他是提到说 大概我们这几乎是超过 六个月的时间里 很常有那种预期性的 过度焦虑担心 那会有三种以上的症状 会感觉浮躁不安 经常疲倦 无法集中注意力 易发怒 肌肉减锋跟睡眠障碍 事实上有时候 当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 这些情况 要符合三项是蛮常见 但是如果他这样症状天数 已经差不多 几乎一个礼拜四五天以上 这样子已经影响到 他自己的生活 这时候就可以做这样的诊断 那忧郁症是当他本身压力大到 他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处理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情绪低落 凡事提不起劲 然后有睡眠问题 甚至食欲问题 动作迟缓 疲借自杀自念 自杀的一些意念 都没有办法专注 那情况也超过了两周 九项有五个五项 那我们可能就会诊断为忧郁症 像我用一个 我这一场讲 我们就像一个生化机器人 然后我们像一台电脑 那这个电脑呢 生化机器人 我们每天如果我们的工作量爆棚 那我们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 那我们常常到 到最后这个电脑已经过热 系统不稳定 或是有一些城市会当机了 那这样子的时候 就会导致一些所讲的一些焦慮 或自律神经的一些症状 那忧郁症就是里面已经开始没电了 那他事实上那时候就会比较 整个电脑就会常常都会想要关机 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呈现 长期将压力藏在心底 身体不适可能会出现 肠胃道不顺 视力不清 失眠 胃口不佳 情绪起伏大 易怒等情形 医师也建议适当输压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着手 今天我们提到正向抒压的五方向 第一个事实上还是要找你平常 就要需要去多做一些关系的连结 因为男生事实上对这个 就是社会对他的氛围 他就是要赶快做事 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像女生 比较会去有很多 比较多的关系连结 所以他们有可能上班回家 然后就打电动 事实上他们大部分没有让他们平常 有一些社交比较多的一些连结 所以这时候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比较没有让人家 发现他们的问题 甚至于他也没有找 其他输压的管道 所以我们会建议 可能就是先有 请他在平常就最好 要多建立一些关系的连结 多交朋友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培养一些休闲兴趣 第三个给自己放空的时间 第四个学习正向思考 跟有效的情绪控管 第五个就是要学习求助 医师提醒 男性相较于女性 更容易将压力藏心底 当发现自身或身边亲友 表现与平常明显有差异 就要留意 尽早就医寻求外援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台北市政府推广跨域观光旅游 整合北市及邻近都市的热门景点城管 多元交通工具及商圈购物优惠 推出了北北基好玩卡 八月全面升级 还把范围扩大到桃园 迎接暑假出游热潮 台北市观传局 携手新北桃园基隆 跨域合作推观光旅游 邀请国内外旅客来北台湾 创造夏日美好回忆 民国106年起 北市推出北北基好玩卡旅游票券 正合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 热门景点常管 交通及商圈购物优惠大礼包 近期更是加入桃园 让跨线市旅游更热络 那大家常常夏天都觉得说 我就是要去好山好水的地方 可是却不知道 其实台北就 北台湾就有好山好水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来放送 我们的好山好水 其实这样的一个合作 从106年北北基就有一个好玩卡 那现在大家知道7月1号以后 又有北北基桃的都会通 也就是说在交通上面 这四个县市 你等于是一票到底 就可以畅行无阻 那在这个106年台北市政府 跟新北市政府 跟基隆市政府的 北北基好玩卡 其实到现在已经卖了 将近160万套 那在今年景点也扩增了 从18个景点到22个景点 甚至我们的大礼包 像每一个县市都有大礼包 台北市政府就是大勇猫 大家都知道大勇猫是哪里 大道成 永康商圈 还有猫懒 所以最近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猫乐洞 猫洞乐的券 一日票99块 猫懒跟动物园 也卖得非常好 一个观光绝对不是单玩一个点 它一定是一个区域观光 那所以呢我们在想说 这个观光客从桃园机场一下来之后 透过我们的桃园市政府 有这个完善的这个机场 那一路我们这个到了我们这个台北新北 还有基隆 那其实它是一个区域区带的这个旅游地带 那除了这种台北市 刚才讲了非常多的 他们现在目前在推的活动之外呢 那其实我们新北也推了蛮多的这个活动 包含我们警戒要下来的就是 我们这个睽違三年 已经停办三年的这个国际 共僚国际海洋音乐祭 即将在八月初开始 那紧接着呢 在下三个礼拜也是八月 那我们有这个河海音乐祭 那在这个淡水的游人马头 还有我们的这个新北大都会公园 那整个独立乐团独立音乐会带进来 那其实不止这些音乐的饗宴之外 那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新北 其实有非常多的海岸观光线 还有山 那海岸大概有145公里 那山有大概80%是潜山 所以在山海的资源是非常多的 包含我们这个整个北海岸里面 我们有这个文明的深奥铁道自行车 那从我们的暑假 7月1号到8月底 这个有这个我们的心愿 7月7夕啊 大家在办 所以会欢迎大家来这个 我们的深奥铁道自行车来走 那会提供除了现在今天 在现场我们桃园馆 新北馆以及我们台北馆 给大家的优惠之外呢 以后唱完基北北桃 还有新的优惠 现在都在努力当中 那包含这个 我们新北特有的这个 青春三海线的这些品牌呢 那桃园也都不会落人后努力的加入 刚刚有说的这个台北的好玩卡呢 桃园一样不会落人后努力的加入 更重要的是呢 今年在8月11号到10月15号的时候呢 延续整个夏日的风情跟夏日的活动 我们桃园有推出这个世界客家博览会 有相关多的这个 绝无极有的这些客家风情跟文化 让大家体验 而且大家应该都明白哦 在海边哦 现在唯一有留下来我们传统客家捕鱼的 这些文化以及方式的体验的 只有在桃园在我们的新屋地区哦 在我们的石户 我们的那个博物馆里面有哦 那除此之外哦 可能要到比较远的澎湖 可能才可以看到这个石户哦 那如果您想要在夏天来体验这样子的 传统的堪钩 传统的海客文化 桃园绝对是首选哦 更重要的是季北北桃连合起来的密度哦 在非常炎热的夏天 我们也有非常多提供免费吹冷气的场馆哦 所以说也有非常多这些免费的场馆 在桃园我们客家世界客家博览会举办期间 有我们的世界馆台湾馆 还有非常多的这些客家的这些负载馆 都可以进去让你看到非常多的文化展场 又能够体会现场哦 那包含我们呃 传统客家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书法艺术哦 在我们的恒山书法馆里面哦 也可以去体会 西容在呃 今年也推出一系列的夏季活动哦 那我们在7月22号就开始启动哦 包含我们呃 有一个全国性的街舞大赛 那以及我们呃 系列的海洋活动 朝近台湾节 呃 朝近台湾节的部分包含四级音乐会 还有呃 我们最知名的所管记哦 呃 除了搭船搭飞机到外岛外 最方便的选项就是到我们基隆来体验 那个所管记的活动 那呃 呃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 就是为了 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跟呃 呃 台北新北还有桃园呃 呃 颜商更多优惠的一些活动哦 那 也欢迎你各位朋友可以拿着北北机好玩 北北机好玩卡一起来唱员我们好山好水好海洋 台北的大刀城夏日节仍持续热闹进行 烟火秀璀璨河岸 还有专属游船行程 另外像是公馆自来水园区 大家河滨公园都推出细水行程 各区因应夏日都有特色活动 欢迎民众来享游夏日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重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金融首届超跑嘉年华 将在8月19、20号在金融港东岸旅岸中心登场 中正路上还会有最吸睛的0-200公尺直线加速动态秀 主办单位市政府与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欢迎民众来基隆住宿旅游 感受超跑嘉年华的魅力 画面上是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与各单位之前在嘉义举办的超跑动态秀 而这样的盛况 这个暑假也能在基隆看到 基隆首届超跑嘉年华 8月19、8月20两天 将在基隆港东岸旅运中心登场 有最吸睛的0-200公尺直线加速动态秀 很特别,很特别,我觉得很特别 很少会看到超跑聚集在一起 我们是用表演的感觉 让大家看看车子在这个0-200这中间 是怎么样的 那种感觉很过瘾的 所以我们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 所以希望你们大家 我还是留点 你们一起来看就知道了啦 我还要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 当有超跑就有美女 我们超跑的美女 我们有IG系列 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在特定的时间里面 跟我们的车模合照 然后透过IG的列印 马上列印出来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漂亮的超跑之外 还可以来看美女 而且呢还有摄影比赛 如果你觉得你的照片拍得非常好看 还可以拿奖哦 所以说这么好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 一二三 马力全开 奔驰现象 我觉得除了中原季 我们希望有更多文化旅游的活动 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基隆来之外 其实基隆我认为希望在我的任内也可以举办类似像澳门新加坡以及摩纳哥的一种城市赛车 大家都知道摩纳哥澳门新加坡都是利用城市的继承道路来作为一个赛道的规划 然后每年吸引大批大批的旅客到那个城市来来做更多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基隆如果要越跟这些城市一样 或许我们也可以考虑来做国际级的这种城市赛道的这种活动跟比赛 因为每一次的活动都要三天两夜 那这才能够带动经济效益 然后在这里像来到基隆 你一定要住吃 然后办手礼 这样子才能够全面面俱到 所以我是一直想说 我们既然要推光光也要结合运动 这样的话会更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不要马上走 然后在基隆多待个两三天 会让你回味无穷 这场超跑嘉年华记者会 包括交通处长王振宏 文化局长江廷梅 纵发处长林立禅也共同出席 欢迎各地游客来基隆住宿 并一起来观赏超跑嘉年华 除了直线加速动态秀 还有超跑的展示 小小超跑体验 以及委托行商圈发展协会 规划的基隆在地特色市集 各单位攜手一起带动基隆观光 屡速游购各方面的成长 记者黄德森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而这场记者会中最吸睛的就是 这辆0到400公尺加速亚洲区最快的一台车 一起去看看 这个充满刺激酷炫的赛车运动 往往要投下庞大的人力物力 相当吸引众人的目光 也造就了特殊的魅力风采 基隆超跑嘉年华记者会中的这台超跑 目前是亚洲0到400公尺加速最快的一台车 NH99的阿古的这台车是全车碳纤维 然后涡轮套现是AMSα15X 目前是亚洲车牙和Draki的记录保持人 亚洲区的部分的话 它的记录是最快的 048.51和048.47 它的过程也不是说一次就改成这样 所以中间有经历很多过程 可是这也是玩车的乐趣所在 当然是花费不少 非常多 可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配置啊 这个胎框是平常路上用的 并不是它跑直线专用的框 跑直线专用会换另外一组轮框 而这样的赛车运动在国际港督举行 对于基隆的国际能见度也有相当的帮助 我觉得像刚刚市长也有讲 像摩纳哥 澳门其实就是城市赛道 每年飞去这两个地方的人非常的多 其实大家就是为了看赛事 可是相对的你看这么多人去 那观光肯定是会变得更好 城市的封街赛或者是直线交流赛 其实如果当大家都很熟悉 譬如说基隆就是会办这种 封街赛是很盛行的话 其实是好的 因为如果是合法合规 我觉得当然是对整体产业 一定都是上升啊 我觉得说基隆的话 慢慢的话走向这个观光城市 所以呢我觉得各种的东西 或者是各种的style 我觉得都可以来去做一个尝试 那当然呢这个0到200的这个加速的感觉 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在这个大家很多的市民朋友们 那希望说呢我们基隆在后一期时代 那可以让呢观光更为的蓬勃的发展 那市运呢也中心期盼说有更多的活动 那更多而不一样的style可以展现在基隆 让我们台湾看见基隆 让世界呢看见基隆 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游客看到超跑 都忍不住停下来合影留念 可以想象如果超跑活动在基隆举行的盛况 相信能够吸引很多游客 来到基隆这个国际港都共襄盛举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距离2024总统级立委选举越来越近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特地到基隆 辅选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是议员 先到七堵区信仰中心庆祭公参拜妈祖 再转往市中心的人爱市场拜票 争取选民的支持 在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以及党籍基隆市议会前议长蔡旺莲议员 和曾继言郑凯林市议员陪同下 8月8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以及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一行人 先到七堵区信仰中心庆祭公参拜妈祖 再转往市中心区的人爱市场拜票 争取选民的支持 克主席最近也是很辛苦也很努力 那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 都是有一些共同的理想 就是主要第一个希望两岸和平 第二个台湾政治需要很多的改革 那国民党跟民众党可以一起合作 来推动很多的政治改革 那第三就是要让这个社会 很多公平正义的事情能够实现 把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一起揪出来 所以我们都是希望用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理念 来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持续会努力的目标 随后在市场管委会主委等人 陪同安排下 特地享用市场里面享誉外界好吃的寿司 让身为父亲的朱立伦 以及林佩祥和曾继妍等人 一起度过特殊又愉快的父亲节 记者吴俊松 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还到金融市政府拜会市长谢国良 暂时有爱城市的理念外 还肯定蓝白做出了在野联盟合作的表率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坐车 抵达金融市政府大门口 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亲自迎接 朱立伦亲自参观市府亲子电影院 还坐下来体验舒适的友善环境 朱立伦称赞谢国良 作为父亲为金融打造 友爱城市的努力 最重要的市民是小朋友 爸爸妈妈 现在爸妈也不太生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打造一个比较舒适性的环境 爸爸妈妈这样有孩子他们才会感生 他觉得是这样 而且真的还不错 其实其实都是企业赞助的 我们今天没有花钱 是 就是让爸爸妈妈爱心的 就是爸妈来洽工的时候把小孩先放这边 有一个志光阿姨或什么 志光阿姨都在 这是我去新加坡的机场 他有一个电影 然后就给转机 因为转机有时候三五十分钟没做 就在那边 谢国良邀请朱立伦中午一起享用金融美食 谈到对谢国良推动友爱城市 朱立伦很有感觉 我刚刚跟国良说 现在你想到基隆想到什么 想到好吃的 好玩的 那更多的朋友到基隆来 刚刚在仁爱市场楼上 看到还有嘉义来的 还有高雄来的 还有各地来的 我都习惯问人家从哪里来的 所以太多太多的客人愿意来基隆 就表示国良的成功 那第二个呢 国良把爱心带进基隆 他是小爱爸爸 这个小爱爸爸可以把这个实现在 在市政府的一楼就可以看到爸爸的爱心 他今天又是父亲节 那我相信所有天下的爸爸 都是最爱自己的子女 那小爱爸爸更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所以今天一方面来吃基隆的美食 来帮佩祥 也要来看一看我们小爱爸爸 而基隆因为民众党前秘署长谢立功 退选立委 让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委选举 做出了在野联盟合作表率 问到蓝白未来是否有更多的合作空间 朱立伦这样说 那在我们很多的共同的理想上 国民党跟民众党是有一些共同的理念 尤其是对于两岸的和平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对台湾政治的改革 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理念 那这些共同的理念 不管在立法院党团当中 或在地方议会当中 或者是将来可能在整个国家的施政当中 我们都可以团结在一起 那就可以让台湾人民共过得更好 那我们怎么会因为今天蓝白如果对立 或者是不合 让台湾陷入战争的风险 怎么可以因为对抗或对立分裂 而造台湾人过苦日子 我想这不是我们共同希望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努力的 我们未来中华民国的未来的发展上 我们认为只有朱主席这样子提到 菲律大联盟这样子的理念跟方针 才能够真正有效的 把国家带到正确的方位上 反之如果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合作 或没有办法最后有更多的一个 攜手这个努力的话 那很可能把中华民国未来的 一个方向就会带来更多的不安 跟带来更多的风险 所以我是全力支持主席的这个理念 我们也希望能够陪伴着主席 一步一步能够落实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恰巧今天是8月8号父亲节 党主席朱立伦也期待 未来菲律变成更有爱的城市 吸引更多民众愿意来观光 记者黄绍明 菲律报导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金融市人爱区有名男子 闯进一间音乐酒吧 表示要调忍气 店长出面劝阻 男子竟恼羞成怒 当众亮枪恐吓 店长报警后 却一直没有接到警方的任何回复 随即向议员投诉 怀疑警方吃案 金融酒吧柜台内 一名男子走回位置上 从包包里突然拿出一把枪 还指向另一名男子 男子被其他人安抚回到位置上 但火气还是很大 不断的拉滑套 甚至呛瞎自己的叔叔是议员 这期酒客亮枪事件 发生在4号凌晨 金融市某酒吧内 这名男子闯入柜台 要调冷气 当下被店长制止 男子居然恼羞成怒 直接亮枪 事后店家报警 但案情迟迟没有下文 市议员郑一芳接获成情 怀疑警方吃案是否受到压力 案发至今已经过了五天之久了 那我想呢 嫌犯的特征 已经非常的明显 那到至今都还没有破案的原因 是什么 是因为警方包庇 还是有什么压力 来导致 还是嫌犯有什么样的背景 而导致警方至今还没有破案 市议员郑一芳贼疑 基隆警察局7月强力执行打炸 查气枪支 不到一个月 基隆就发生酒吧被恐吓 治安令人担忧 这三个月内 基隆市发生了五条重大的刑案 警察局真的有在雇我们基隆的治安吗 俠内某酒吧召一名成年客人疑似持枪恐吓 警方破报后随即成立专案小组 报请地检署指挥侦办追查犯嫌 并以锁定犯嫌身份积极查系中 第一分局表示 警方第一时间破报不敢大意 立即破大调阅监视器追查犯嫌可疑行中 绝不宽待不法分子之恶行 不过警察局强调 案发后已经锁定了诚信嫌犯 近日就会将他追弃盗案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